当然当然就是说 这个 释迦牟尼佛 是随着定善门 是随着他意 随着 伟提西夫人的邀请 他而说的 还有呢 随他意而说的是 善善门 善善门 就是下一次定善门 讲完之后 才会讲 敬业三辅跟九品往生 当然了 以这个时代来讲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众生 大致都会 以这个敬善 敬业三辅跟九品往生 以这个范围 是最 最受 最符合我们的根气 应该讲就是 就是符合我们的根气 没有对错 一切法都是平等 但是呢 就是要法跟基要对上 法跟基对不上 就一切 一切就无效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了 这个时代的根气 对上这个善善门 所以也是最能 最能符合跟最契机的 我们讲契机了 所以敬业三辅跟九品往生 可以说 现在所听到的法 大致都是会以这个方向来的 那同样的 都是诸佛菩萨 普度平等 平等普度一切众生 慈悲的本怀 我刚刚讲 善老大师将这个 关系四铁书提出了两点 意思呢 是奥密陀佛的慈悲 我们没有将它 弘扬出来 他的慈悲就是 一切众生都有希望的 所以我们地善门 没有地善门的功夫 你只要信愿称明 在散乱中念佛 也能得力 在五着日式的众生里面 你只要称念 对佛有信心 有称念 那么奥密陀佛 你都有希望 都有一个保证 这个就是一个 奥密陀佛的慈悲 悲愿 慈心悲愿 那 我就远文就不讲 我就讲这个解释给大家听 善老大师说 释迦牟尼佛告诉 韦迪西夫人 他说 一切有心事 有感觉 有感情 有见闻觉知的生命的众生 众生都是为了什么 家庭 事业 人际关系 种种的过碍 所以已经习惯怎么样 紧绷的生活 习惯于心上有事 有所迁换 不能放松 很焦虑 尘埃很多 不断的累积 污垢很多 成年污垢 也扯不下来 所以心很难放松 好像慢性中毒一样 已经沉迷在这个牵绊里面 没有办法解脱 没有办法自拔 没有办法拔起来 所以 他说你自立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的人 你必须要奋斗 你必须要提起 毅力 集中心力 来配合这个往生西方的条件 就是你要知道 往生西方的必备 必要的条件 他必要的条件是什么 你要去配合他 所以你要从你的内心 开发这个力量 开发这个力量 那散导大师都说 地上门也好 散上门也好 你都要称念佛号 称念佛号的意思 他要让你专心 记得 称念佛号 就要让你专心 所以等一下他会讲 应当专心 这个文 原文他说 移须利益也 言应当专心 我们很多信徒确实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 整个的人生历程里面就是一个紧绷 所以常常去参加禅修还是念佛 念到来就睡着了 打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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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睡着 为什么 难得放松 那他这个放松呢 我们就这样讲了 就像心力不坚 也正常来昏尘 心心心心心不开了 有魅于心心中是黑暗的 不觉不明 佛今天把这个生死出三界 如何把生死出三界 原成佛道的秘诀告诉我们 什么秘诀 应当专心 细念一处 想于西方 就算你修认得法 你都应该专心的 应当都要专心的 细念一处 这一处在 以这个观 金四铁书来讲 这一处就是16处 16观 任何一观都 我们修这个时候都不能打妄想 所以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 先念佛 定在佛号上 将心定了 你再以这个16处来去发展 应当专心 他为什么要讲专心 他对上 圣人专心 凡人善心 因为我们凡人散乱 心乱 善动 面对环境 你的心就变流动 善乱心 所以 心若无一定 你心没有定下来 则怎么样 就会障碍 障碍你的智慧 障碍你的定 所以你没有智慧 你的烦恼就跟着起来 因为善乱怎么样 善乱呢 善乱会让你会起贪 起撑起吃 会让你怎么样呢 障碍你不能离欲 我们修行人都要扫欲之主 我们修行人都要离欲 离欲界啊 离欲界才能到社界的天界 欲界啊 欲界 欲界很苦啊 欲界是哪里啊 地月恶鬼畜生啊 阿修罗啊 人啊 我们欲界这么苦 所以你要先离欲 欲望要减少 但是他障碍了你 因为你散乱嘛 散乱的时候 贪嗔痴的心会起 所以就会障碍你的离欲 的这个行为 所以安乐集里面说 破之约 他说呢 怎么样破除你这个散乱呢 实念相续 视若不难 他说看起来 好像实念很简单 但是凡夫怎么样 心缘异马 犹如猴子 胜雨就超过雨 超过这个心啊 很乱 看上去的 比那个猴子还乱 心很乱 做不做 做不做 心不断的动 所以虽然实念 对凡夫来讲 还是很难 还是很难 所以将凡夫的心比喻猴子的心动荡不安 凡夫的念头妄念纷飞 妄念 那这个念头呢 都是哪些呢 对外攀缘 色受想行事 这些都是你的 这个色身 色身香味触法 六层 色身香味触法 都是你的 几个 你的这个敌人 修道的敌人 因为他有种种的诱惑 你一直没有 没有停住 你都受不了他们的诱惑 所以你受到他们的诱惑 所以你的念头 就都在这个六层里面打转 所以 想过去 想未来 还有你的当下 连做梦 整个 整个念头 都是 这个 色身香味触法 你从来没有听过 没有停的 所以 我们要冷静下来 观察自己 还要观察自己的念头 你要观察自己 念头太丢 你定不下来 你怎么静念相继 你没有办法 亲近的念头 不断的相续 我们没办法 所以我们常讲 修行的标准是 清静 平等 绝 这三个阶段 但是我们光是清静心 我们的清静心 很短暂非常短暂 一下脱 又出去了 所以五分钟十分钟都很困难 所以他说 念佛实声看起来很容易 也很困难 也很困难 所以如果你能五分钟十分钟很清静了 那也了不起了 那什么是清静了 就忘念不起了 所以我们要借着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头 让自己忘念不起 让自己忘念不起 好 那这个理念有讲到三昧 三昧 那 三昧 就是正寿 思维 正寿 三昧 就清静心 就是定 清静心 那我们清静心怎么得 我们刚讲 我们很难 所以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要 我们要安住三昧 我们要安住在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上 你南无至佛名 你安住了 你就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时候就修这个观 更好下手 那没有忘念的就是佛菩萨 那为什么叫我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佛跟菩萨需要称念吗 他们不需要称念 那就是我们需要称念 我们需要安心 他们不需要安心 我们需要安心三昧 我们要帮我们安心要定下来 将我们的心定下来就安心三昧 当一心专注西方 那这个是在58页 58页的这个黑色的字体 这个是在58页 他这里有讲到一生 一生一心一回向 一处一境界一相续 一规一正面 名为想成就 观想 就成就 一心一回向 一处一境界 假如我们做不到这些 那你每天的十万生的佛号 你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你十万生 什么是有的人 你那十万生 就很专注 他会很专注 他这每一次的闭关修行 十万生五万生 他每一次挤压式的练习 挤压式的密集版 挤压式的练习练习 什么是密集版 什么是挤压式的 一触一微向 一心一境界 就是这种密集式的 你就这样一直撑脸 那我们现在不是啊 那个心乱跑 眼睛乱看 手就可以一直按计数器 但是心跟手不能合一 这个就是一个心圆意马的心 心不能安住 那你呢 虽然你的计数器 按了十万生 你的问题不能解决 你不能明白这个心 你心不能专注 各位要知道 专注做什么 专注的前方辩助是什么 为什么要专注 最重要是 向往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没有专注 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刚刚讲的 假如你没有政见 净土中的政见就是五经一路 你没有这个政见你修了定 你就是外道定 你就外道定 因为你没有向往 因为你有专注你有专一 但是你没有向往西方极乐世界 你向往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正见 就是进入中的政见 你就会知道明白 欧弥陀佛的大慈大悲的无上悲愿 所以你要念念想去念念求生 这个就是一心 一回向 一处一境界 那我们修的心 我们都是攀缘的心 我们都对外攀缘 所以你不能一心 一一一 我们是二三四五万元 很多元 要清静心 必须要离开很多外元 因为外元就是什么 六成垢 六成垢就是色生香味处法在诱惑你 扰乱你 干扰你 你要将这些离开 以前为什么深山古叉多 寺院多 在山里面 为什么 因为远离城市 远离人多的地方 人多就经常会受到干扰 就很难成就 确实 我们到场 如果在都市 这个信徒 一天可以来跑三趟四趟 有法师感觉你来了三次 两次 你都不知道要谈什么 东坛 东坛 西坛 都乱坛 一通 因为你也不会请法 所以呢 寺院在深山里面 你有重要的是 你有要请法 因为你也会珍惜 哎呦 这个师父住那么远 住在山里面 我的 我进去呢 我有什么事呢 我就要赶快多请问 你就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了 那也不会浪费法师的时间 那何况呢 在深山里面就会有一股 会有一股这种深山幽谷的那种 自动的一种 整个环境的清静下来 环境也很重要 所以那时候呢 不要说请你安静 你进来就自动会安静了 所以清静的环境也很重要 现在呢 用户太多了 电视啦 广播啦 杂志啦 报纸啦 手机啦 这些都是魔王 这些都是魔王 那这个 这些都是一种工具 但是工具呢 我们是无法调配自己的心事的人 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调育丈夫 我们不会调整 什么时候需求 什么时候不需求 我们因此呢 就会受到干扰 心不能低下来 甚至被诱惑了 整个时间都卖给他了 整个 整个道心也给他了 所以 你就不能安心三昧 你不能 那没有安心三昧 何容可得 谈什么修行呢 没有办法 所以要知道 舍缘 拖近 你要舍下很多的 这个很杂的缘 你才能 心才会静下来 你外缘断不掉 就很难修行 相信 住心直指西方 住心 跟心安住 在一处 一个三点一水的住心 其实他就是住 安住的住 心要住在一处 住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相续 念念念念念念 相续无间断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要念佛 敬念相念 相继 都是每一念一称 南无阿弥陀佛 你相续的念 那你就是敬念 就会清静心会起来的 那他这五十八页 他又说了 说什么呢 刚刚说你要舍弃外缘 要尽量的让心静下来 那你要一心 那你这个一心里面 你要以西方极乐世界为主 为什么他讲西方极乐世界为主 其实简于九欲 这四个字 他是说 十法界 有九法界里面 我们都不要 身闻缘觉不上 我都不要 我就只有去佛的地方 他说我又没有成佛 我怎么可以去佛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 佛的地方就是净土 那净土就是你心专注下来 你就可以去到佛的地方 只是从观金四铁书 他说你 因为他指定的 因为他用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红米给你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 他在哪里 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当教主 所以他又发四十八大愿 所以趁我去的 其他地方都不要 就只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如果以简于九欲 他就说只有佛的净土 我才要 剩下我都不要 那么以这一部经 他就是说 我就是去西方极乐世界 剩下的我都不要 所以一切的 只有净土的五经一路他研究之后 他认真熟悉 去依教奉行 剩下的他就不要了 是这样 所以一生一心 所以我们生礼拜佛 心念佛 整个都是念念南无阿弥陀佛 一回向 不管你所做的 因为他有三福行 三福行 不管你做多少功德 通通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不会做其他想法 他不会 不求人天福报 不求说我去做天人 来生有福报 也不求我今生赚大钱 这些福报他都不要 他只求什么呢 他也不求来世更多的福报 他只求西方极乐世界 他只求西方极乐世界 一回向 记得 一处一境界 像我们呢 那个 当然了 我们是终身学习不断学习 学习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的法 学习佛教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佛属说的法是我们要学习的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跟你的亲教师 教授阿瑟里 就是你跟你的师父来学习 那呢 可以 但是有一些人不是 东跑西跑 一处没有办法一处 他可能这个跑了十几处 每一处每去一个点 每一个道场 修行场处 他没有认真修行 他没有去改变自己 没有让自己安静下来 没有让自己有一个怨心来回向 没有让自己修三福 也没有让自己呢 让自己在人中成为圣 这个成为好人 在人中的成为一个上上人 乃至殊胜的人 没有 所以你一处就可能就 跑到场啊 但是你没有真正对自己下功夫 所以这个你要在一处地方修行才会成就 那这个处呢 这个处呢 是在讲什么呢 十六关 十六关 一见见了 西方结了世界 一相续一归一 我们呢 这个一啊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什么是一 总之呢 就不间断 信不间断 愿意不间断 践行 都不间断 都不断的认真 归一啊 宁可宁可向西方一步死 也不向东方一步生 这是当然这个是玄庄大师 向西方印度取经的时候 遇到这个多少的苦难 他宁向西方一步死 我们这个归一啊 就是我不回头了 我不回头去找世俗的这些玩乐 我就一定是往西方了 一切的欲望我不会要了 五月六十我不会要了 我不贪图了 很认真的一心一意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呢 这个在 无量寿经里面的西方极乐世界 他介绍的很详细 所以他 他读这个净土五经 他会得利 为什么 越详细你越有信心 那想成越有成就 就观想就会有 越有成就 那你念佛呢 你也会比较心 你会静下来 现在的人心静不下来 是 所以呢 今天来听课 听一听 明天就忘光光 忘掉了 还会说什么 听不懂 听那个不懂 听那个没有用 我拜佛也没有用 听经也没有用 等一下藏传说 等一下南传说 等一下汉传说 嘟嘟嘟 其实 都是自己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静下来 听任何的佛法 所以都没有用 你有静下来 听佛法 你会入心 你没有静下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你没有静下来 那为什么没有静下来 因为你老是回头 你没有过一 你老是回头找谁 找谁你最知道了 找名牌 都有了 找很多种 魔王很多 看你要找谁都可以 只是说 你就是没有归 归就是不回头 一正念 正念是什么 正见 正念 所以你的正念 就是想成 你一定要西方前 你常常想念念念 想西方 所以就会想 就会成 所以十六关就是想成 想成之后 随心解脱 如果你没有想成 就没有随心解脱 随心解脱 想成了这一次我们开示 就是要想成 想什么 想十六关 来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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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一心呢 心能路 你心能做 能做主 做什么主呢 你要去的地方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真的 真的 那你才有个进入入口处 你心要进入那一个极乐世界 那这个就是入处 那你进入了 就有所觉悟了 你心就是觉了 不是迷了 不是迷了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他一直讲一一一 一回向一一一 一些 一归一处 一是什么 一就是多 多就是一 万法归一 一就是骗一切处 一是骗一切处 一是什么 无眼界乃至无异世界 没有界限的 一 一 那你说不思慈戒 万法 万法 也是不思 万法也是慈戒 所以呢 慈戒是法 不思是法 忍辱是法 所以一切法 都是慈戒 一切法 都是不思 所以 一切法 叫做万法 叫做一 叫一 无恋无边 一 那这是什么 这个一叫做什么呢 很独特的 一就是多 多就是一 那这个一是什么呢 就是亲近法 平等法 没有障碍的法 不落痕迹的法 所以各位 没有分别 无眼界乃至无异世界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有分别有执着 那你就是会 就会有一些界限 你就会说 有分别 这是怎么样 你的我的 你对我错 就会有一些 这些种种的 你就不能万法归一了 那一归何处 一归在净土中 一归何处 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处